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俗话说得好啊 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这句话告诉我们 语言能产生的威力能是有多么的强大 有时千军万马,也抵不过一张三寸之舌 沟通是和人交往的第一步 重要性不言而喻 拥有好的口才的人 也拥有好的情商 小到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大到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好的口才的 尤其是我们这种社交恐惧症的老实人 简直和陌生人开口说话都难如登天 好不容易开口说话了 却有嘴笨把人给得罪了 所以这能说 会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应该如何改善自己的口才 让自己也可以提高情商 妙语连珠呢 我们的老祖宗鬼谷子 就给了我们三句口诀 零妖 因其言 听其词 观其色 因其言 听其词指的是 从一个人的言辞当中 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 察言观色 找出一个最合适的应对方法 交流 交流 两个人之上才是交流 一个人自言自语那不是交流 交流的第一步就是会听 通过听到的内容来做出相关反应 我们知道 中国人讲话说好听点 那向来就是一语双关 话中有话 所以我们和人沟通的第一步 就是了解这谈话背后的意思和内容 听懂他们的弦外之音 尤其是和领导交流 更要打起十万分的精神 不能只听他们的表面话 要学会思考他们的话外之意 听懂弦外之音的你 距离升职加薪的机会就不远了 春秋战国时期 其国成相田英 英功寿风削帝 田英得意忘形 想在薪帝建成称王 门客劝导田英说 海中的大鱼被鱼王捕不上来 鱼钩钓不上来 但是一旦他离开海洋 他就只能任人宰割 田英听完恍然大悟 放弃建成称王 故事里的田英 听懂了门客的弦外之音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 与你交谈之人的弦外之音 若你把别人的言外之意听懂 这提升口才最重要基础 听懂话就有了 零二 未践行 原以道之 既践行 方以示之 听懂话后 我们就要对谈话进行回应 情商高的人 回应的话一定是圆滑 而留有余地的 耿直之人固然有可爱之处 但是往往因为太过于耿直 口中说出去的真话和实话 把人狠狠地得罪了 所以学会变通和说话就非常重要 变通不是让你虚伪 而是让你先学会思考 话出口之前先想想 别人听了会不会不高兴 这个不高兴的后果能不能承担起 看过有关明朝影视剧的朋友 应该认识一个人 那就是老油条赵真吉 虽然在电视上面 他表现得非常圆滑 但是在刚刚进入官场的时候 赵大人还是有过处试制嫩的时候的 赵真吉的出身其实非常厉害 他在27岁的时候 就已经考中了进士 在那个时候 他把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有名气的 王阳明当作自己的榜样 其实在大好年华 就已经做出一番事业的赵真吉 正常情况下 是应该越走越好的 但是刚刚进入官场的赵大人 还是比较天真 他经常向朝廷觐见说 应该重视人才 虽然上书的内容是没有错 但是这句话听起来 让当时朝中的大臣很不适滋味 毕竟如果朝廷要重视人才的话 现在朝廷里面的人就都是庸才 赵真吉简简单单一句话 就已经得罪了很多人 偏偏他自己却不知道 最后还是受到处罚 别人在碰壁之后会换一条路走 但是赵真吉却是一根筋 当时蒙古地区派人和明朝进行协商 说想要通商 但是态度却是非常强硬 皇帝就和诸多大臣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大臣因为猜不透皇帝的想法 于是通通保持沉默 当时只有赵真吉 一个人非常胆大的 向皇帝说这就是明朝的耻辱 我们就应该直接和蒙古打仗 在他说完以后 朝堂之内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其实皇帝心里想得和赵真吉一样 但是为了和朝廷大多数保持一致 最终还是将赵真吉贬官 我们信奉做人药员 做事药方的人生哲学 方式做人要方方正正 有棱有角 有自己的主见和原则 既不为权势和金钱所诱惑 也不为别人压力所左右 原是原容事故 融通老成 做事要求讲究技巧 不是呆板 教条 而是以不变应万变 方中求援 使自己进退自如 游刃有余 外援内方 并非老于世故 老谋深算者的处世哲学 原 是为了减少阻力 是方法 方 是力士之本 是实质 船头不是方形 而是尖行或圆形的 是为了批拨斩浪 更快地驶向彼岸 人生在世 运用好方圆之理 必能无往不利 所向披靡 无论是趋近 还是退止 都能泰然自若 零三 揣情 说之法也 除了会变通 我们还得有说服力 与人沟通 除了说废话 更重要的 还是达成目的 那么什么样的语言 叫有说服力呢 当然是抓住 对方的需求 从生理需求 到精神需求 每个人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说话就像是做菜 要懂得看人下菜别 说话就是说需求 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攻打赵国 赵国不得已 向齐国求救 齐国让长安军 去齐国做人质才同意之缘 此时 赵国由太后执政 长安军是赵太后 最宠爱的孩子 齐国的要求 让太后在朝堂上 愤怒直言 谁敢说让长安军当人质 我就吐痰 在他脸上 朝堂鸦雀无声 左师触拢 见状赶紧转移话题 谈论子似教养问题 才让太后的怒气消下去 左师机制转移话题 让太后冷静了下来 那么冷静后 左师的目的是什么 是劝导太后 把长安军送去齐国 所以左师触隆从 为了孩子成长成才这方面 说服太后 此次去齐国 正是一次孩子成长 锻炼的好时机 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成才 听说孩子可以成才 非常不舍得太后 还是同意把孩子送去齐国 所以可见说服力的重要性 和他人沟通时 假如你能够找到他的心锁 激发其急切的需求 并能引导这种需求 你才能实现合理表达 高效说服 找到了心锁 语言就是打开人心的钥匙 一个人要想提高情商 最为重要的 就是说话前要思考 若你实在不会说话 那就保持沉默 若想会说话 提高情商 那就在话出口前注意听 多想想 与朋友们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